这只小松鼠叫皮特 主人说它是自己的乖女儿 养了快四年了 现在依然很黏人 一刻见不到小伙 就不停地四处寻找 看看它们在一起如此的亲密 是不是特别有趣呢 皮特最喜欢待在车子里 待在小伙的怀里 因为上了车 就肯定是要出门旅行了 小松鼠就和小孩子一样 家长去哪里 它也要跟在屁股后面 皮特最喜欢出远门了 尤其是看看海 欣赏着沙滩上的美女 然后扒拉着沙滩 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宝贝 藏在沙子里 客人来了 是不是该表演个节目 看看皮特在小伙的指挥下 开始了自己的舞蹈秀 看看这妖娆的舞姿 这完美的配合 晚上得加一斤坚果 这一直是皮特与主人的拿手好戏 主人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增加其敏捷和速度 靠着这样的舞蹈 皮特可是在网络上 吸引了接近20万粉丝 不过小家伙来到这个家 可真的是缘分 皮特和妈妈走散了 不小心掉到了树下 被一只流浪猫给叼住了 小伙看到之后就追了过去 幸运的皮特 从猫嘴里挣脱了出来 就这样小家伙获救了 来到了家里 小伙和女朋友呵护着他 每天在网上搜索 该怎么养活 给他准备新鲜的奶 然后他就一点不顾形象 大喝了起来 看看这吃相 太逗了 小伙的女朋友抱住皮特 非常的喜爱 在人类的精心照顾下 皮特很快就长大了 他变得粘人 开始将男人当父亲一样 时刻不想分开 只有和人在一起 他才会感到满满的安全感 小伙也一直将他 当做自己最喜欢的宝贝 然后每次买了吃的 都会给他分一小半 看看刚买了牛油果 就切下来一小半 给皮特当夜宵了 到现在 小伙都感到难以置信 自己会有一只松鼠宝宝 而且如此的黏人 不过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必须要做点什么 让他适应户外的环境 以便放生了 于是就开始对他进行训练 比如进行一些跳跃训练 这样可以让他方便穿梭于树丛中 等他肌肉变得更为强壮 继续进行敏捷度训练 可以防止被其他烈食者捕捉 看看他们在一起快乐的样子 小伙内心非常不舍的 但是皮特终究是属于自然的 该给他自由了 毕竟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但是已经相伴这么久了 小松鼠怎么舍得离开自己的救命恩人 每当想放生的时候 皮特都会飞快地爬到小伙的怀里 这辈子是跟定你了 没办法 既然你也不想走 那干脆就打开房门 你想离开或者留下 那完全看你自己 于是皮特现在经常下午出门 然后晚上回家 养了两年之后 小伙惊奇地发现 皮特带回家一个男朋友 也是一只俊俏的小松鼠 这是皮特唯一允许可以靠近家附近的小松鼠 时至今日 他们还有了可爱的宝宝 小伙已经当老爷了 然而人家还未婚呢 好了 本篇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不妨点个赞 感谢支持 致敬唤 别说